上下这个里面CAMP全代码 很多同学思路理不清 一会再发大家别着急 这代码被发了 写正完美 右击选择这个是复制 然后是粘贴 替换嘛 之前有一个替换 把这个改名 这是这儿呢 是这个吗 这里面叫什么 叫是 05 05是大文件拷贝 然后是插进来 拿到我们这个 今天的今天的视频中 右击选择 粘贴过来 然后是右击 注意一下 你粘贴过来之后 你直接不能放这儿啊 放这儿之后你运行不了 知道吧 你得需要怎么 你需要放在这个原文件 对应的位置 然后右击选择什么 添加性有效 给添加到你项目中 知道吧 右击添加一个像 05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面 它就是你项目中的文件了 然后你再选择这个什么 操作是不是 这是03 然后看一下05啊 全凭一下 然后这个 这也放不下呀 它写的还真有点多 是不是啊 然后这调试不行啊 调试运行不了是不是 因为怎么样 缺少参数是不是啊 你运行一下 看这结果就缺少参数 是不是啊 还错 报错呢 S未声明啊 这这怎么回事啊 还报了七八个错误呢 来等等啊 调试 然后重新生成解放啊 以前中 恢复这个选项 把这两件都注销掉啊 看一下调试 开始讲 S未声明 把S未声明 我看啊 这系统的这个东西啊 右击转到这个是定义 你看这是不是就有啊 看这有啊 咱们刚才 咱就不说这个之前那种 咱们刚才不也用了吗 是不是啊 用的时候是不是也导致这样通间了 是不是警告画面加呀 警告画面加才引起这个问题吗 想警告啊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了 调试 开始 以前中错误 不是不是 你看之前之前咱们这讲的时候 咱也没具体去做这个操作啊 咱们也都运行完了 是不是都打印出结果了 今天这是不顺的 是不是 诸事不顺 那我换一下 假如换成指针类型 看行不行啊 这里面这是换成指针啊 这是不是指针了 然后这里面是指向 看有没有这种方式啊 指向是不是也有啊 把指针给大家看一下行不行啊 可能也会报错啊 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这样行不行啊 你看这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 转不了什么 转不了定义是不是啊 这定义是就系统定义的吧 这还是STA T1.H 难道同文件这个写错了 拷贝过来 来拷贝过来 神奇不神奇啊 表示开始讲 重新建项目 说以前的无法从以前错误中恢复 调试 调试 我刚才已经重新生长解放了 然后再选择这个重新生长 我刚才已经 编辑关重新写 对对对 这个事这个事往试验了 是不是啊 找不到了 VW这呢 今天怎么回事 这是 是不是改变程序名字了引起的 然后这把再试一下 调试 未初始化 未初始化就变量 这把就好了 是不是啊 让它等于 这是结合体指针 是不是啊 应该等于NUR 这样这样写才对啊 这个都不再是结合体编长 这里面我改成几个体指了 看行不行啊 这里面这个是 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只要打印出这句话 就证明可以了吧 是不是啊 没错了吧 为啥就出现这句话呢 是 缺少参数吧 是不是啊 有意思啊 再把代码给大家讲一面 这个就不录 这个